这个带真够硬啊 这个铁链好像还能承受累呢 公主大人小心 你就是塔主 这里已经好多年没人闯入 行了行了行了 其实我们真的好改时间 你可以先帮我们出去吗 公主 你这么厉害 直接把他塔轰了不就得了 你以为我不想吗 这个塔的材质特别奇怪的 要不然我一早就轰出去了 闯入者莫及 老夫在这里已经闭关上百年了 这里没有追鸣逐利 也没有江湖险恶 不如你我在这里谈功论道 何不妙哉 妙个屁 公主 给我个立功的机会 我先去试他一试 你们稍等平和 老王你行不行啊 我伤手秦拉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好久没用我最强的一招 这老王还是有一手啊 那我先下了你的胳膊 秦公主 救我 你不是说能撑过一刻的吗 不行不行 这点内力还不给我塞牙缝的呢 完了 用不了了 那里凝结 和公主大人一样的公女 来得好 充满活力的内力 再来 再来 好啊 我就怕你吃不下而已 公主大人 他是死了吗 有那么容易就好了 好爽 好爽啊 这什么武功啊 好邪门啊 你的内力和修为恐怕不止百年 难道你是那扫地的神僧 对 你的内力比他强百倍 你究竟是谁 你爸爸 我此功法 败尽内力 不可以细数化解 而且 可以为我所用 小勇 你年纪轻轻 将要如此修为 死了 可惜了 你不如奉我为主 我饶你二人不死 真不巧 你必须死 难道 你要把你所有的内力 你能传给我吗 你这是自寻死怒 是吗 撑死你 别 小姑娘 你要干什么 陪你救命 公主大人 公主大人 她也有 练 芈月 还是你够聪明啊 多亏有东方姐的高药 果然不漏气 咩 塔主他 你们塔主已经死了 你们以后 也不用再为这个老鬼 去输入你们的内力了 我等愿意为公主 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呢 感谢你们 但我们真的很急 我们赶就去救人 后会有期 明月我们走